连接1000个铁杆粉丝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王岸财经 今天是2024年的4月29号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收评视频 今天的标题文字是 假期有美联储利率公布 大盘在今天也是占上了年限 我们该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 这是今天收评 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重点问题 我们谈一下今天的一个市场状态 外资在今天是大买了109亿 加上上周五所爆买的224亿 两天时间外资是一共买入了333亿 333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谈两个数据 第一个 在去年2023年 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金额 只有437亿元 然后在今年2024年 截止到今天 北向资金累计的净买入金额是只有828亿元 那么这两天的净买入333亿 接近了去年全年的一个买入水平 同时也是相当于今年累计净买入金额的40% 这说明什么 表明了外资看好A股的态度 不仅仅是在前几天说了一些看好的话 而且也是在真正的拿真金白银去进行买入 那么在这两天的A股走得很强势 户指占上的年限 那其实也意味着全球资本的流动 对于A股的影响也很大 也很大 那么在接下来的五一假期期间 有两个非常重磅的数据就要公布了 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在本周四的凌晨两点钟 美联储将会去公布它的一个利率决定 谈一下未来要不要再加息 或者说什么时候去降息 还有在本周五的时候 八点半将会公布美国的失业率 还有它的一个非农的一个数据 由于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去公布 这就增添了我们A股的股民 持股过节的一个不确定性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户指 是连续走出了四连羊 短期其实技术面在面临回落的风险 那明天是周二 是假期之前的最后一天 要持股过节吗 还是说减仓持股过节呢 我谈一下我的观点啊各位 第一点 第一点 如果说你是中长线仓位 如果说你本身这个仓位 是一个中长线的属性 那就没有必要因为五一假期去卖出 但是如果说你是短线仓位 我建议大家 短线仓位不要超过四成 好吧 短线持股过节仓位不要超过四成 同时在短线仓位的四成以内 我们所持仓的股票最好是两个或者三个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持仓不要太集中也不要太发散 不要太集中是什么 就是说你不要把鸡蛋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栏里面 尽可能的放在两个和三个栏里面 可以去避免某些股票的暴雷风险 去影响我们账户的大起大落 而持仓标态发散呢 是为了我们把有限的精力去聚焦到有限的标率上面 买太多股票 分太散的仓位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这就是我的态度 短线仓位 持仓在四成以内 以及两到三个标的就可以了 而中成员仓位没有必要考虑无一假期 然后我们再去谈一个数据 各位谈一下北向资金 它的一个持仓占比的数据 刚才没有聊到 大家看这个图 今天是北向资金买入金额是976亿 卖入金额是867亿 这是什么概念同志们 这个成交金额占到了A股全天成交金额的比例 超过了15% 所以外资现在对于A股的影响 力 外资对A股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了 好 然后去聊一下护质 看上指数 上指数我们的观点是 中期中长期看2024年有一个小牛市 这一点在中午五平就已经讲到了 涨到3500点 距离目前有400个指数点的空间 但是短 有人说400个指数点 400个指数点不大小 但其实你算比仗 400个指数点相对于目前的价格 是超过10%的上涨空间 你觉得10%少吗 其实10%已经很不少了 对吧 但是短期仓位还是不最高 5月份要回踩20均线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上指数 4.0 放量 放量 站上年线 而我们在过去的这半个多月里面反复去讲 年线是一条牛熊分界线 站上年线表明牛有了一点点抬头的迹象 表明了2024年走牛的这样一个信号在增强 但是行情需要确认 动能需要积累 行情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会在震荡中去反复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维持中央的五平观点不变 这个位置我们不愿意去操作 在年线上方不愿意去操作 5月份接下来回踩20均线的概率会很大 会很大 好 短线仓位不最高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态度 但同样我们又要讲指数其实不代表所有个股 个股的分化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在整个市场在转软的大背景之下 那么有不少股票其实是有机会的 而资金是在流动的 在这种资金流动之下 板块轮动之中 个股分化的情况下 我们去轻指数中个股控制好仓位 去保持低息的思路 我认为是能够去适应好这种行情的 也许你短期来看可能会踏空一些行情 看指数可能会踏空一些行情 但其实你从个股程度来讲 你只要能够做到低风险 高胜率阶段性去看结果 其实我认为都是OK的 我希望各位能听懂 在表达什么意思 各位能听懂的朋友来评 你去打个518 打518 好 然后再聊一下上阵50 上阵50今天涨幅比较小 对吧 上阵50今天的涨幅只有0.5% 你看客战50涨百分之三 中文营西涨百分之二 创业板值涨百分之三加五 但是上阵50只涨了百分之0.5 它的涨幅比较小 但是上阵50呢 大家注意到走出了非常标准的头肩底结构 我们看涨回踩连线就是好位置 大家看一下结构 这是日线结构 我们看楼K 楼K层面上 大家看这一截 上涨打破这个颈线 回落右肩高于左肩 然后又往上涨 又打破颈线 上阵50接下来还要往上涨 那么按照1比1的幅度去计算的话 回补上方缺口打到2550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均向来看的话是站上粘线 今天回踩粘线给出支撑 然后又往上拉 那么接下来 上阵50如果再回载粘线 粘线是一个好位置 好这是对于上阵50的思路 那么其中一些权重板块 对吧 像什么 像煤炭 像石油 像银行 像券商 像一些上阵50里面的标的方向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那再聊其他几个板块 我们直接谈结论 科障50创业板指 包括说像中的1000指数 明天周二下跌收音线概率很大 明天下跌收音线 科障50创业板指跟中的1000 然后我们如果想要去走 右侧去走 就看三分级级别 这三个都是一样 都看三分级级别 三分级级别像科障50 正当指标在超买区域出现红边率 这种调整信号 这种拐点信号 要注意去检查 创业板指同样如此 三分级级别创业板指 正当指标超买区域红边率 要去进行检查 中正1000指数同样如此 超买区域出现红边率 要去进行检查 那么这是我们去聊的这几个指数 然后我们去聊板块 对于今天大涨的板块 像房地产 像保险 这些板块 包括像半导体中的板块 以及像券商 明天周二看下跌收音线 看下跌收音线 涨不上去了 然后我们主要谈 今天下跌的三个板块 煤炭石油跟传播 煤炭石油跟传播 我们说机会与风险是互换的 下跌会跌出机会 或者跌出低风险的机会 而上涨呢 是在涨出风险 这个逻辑大家搞清楚 你不要说看到谁涨了 要去追 其实你追完 可能就被套了 对不对 好 第一个去看一下煤炭 煤炭板块 在今天是出现了长想性 对吧 那个长想性打到哪里了 正好是不是打到 我们之前反复讲到了 这一个密集成交区域 对吧 就这个密集成交区域 这个长想性 所以煤炭板块 我们可以讲 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跌到了 靠近箱体底部区域 那如果说明天大盘指数 要往下跌的话 那么煤炭股 它在这种机构暴淘的属性之下 这种高位宽幅相提震荡的节奏之下 它可能反而会特地独行 所以这个板块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它有个石油 我们看一眼 石油板块 今天是下跌了3.59% 3.59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向 接下来还要不要再往下跌 我认为还要跌一下 还要跌一下 之前的这波调整 是调整到了30均线 对吧 那么这波调整的话 还没有跌到30均线 我们预计石油可能要跌破30均线 当它跌到30均线 跟这条60均线中间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考虑去关注石油 石油还没有跌到位 而且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应该是到明天 明天晚上24点 大家再去加油 比如说去中石油 去中石瓦去加油 这个油价会有一点点的便宜 就是石油条价要降低一点 要降低点价格 然后去看一个船舶 船舶今天是下跌了2% 船板块 其实看这波上涨力度 只是小幅创新高 什么叫强势上攻各位 强势上攻是大幅创新高 但是船舶只是小幅创新高 上涨力度没有那么强 对吧 当然它还是上攻结构 它还是多多趋势 但是它没有那么强 所以既然上攻没有那么强 那么它往下回落幅度可能就会大一些 而之前这波回落 我看到回落了有大概大半个月时间 回调幅度也并不小 而这波回落呢 时间上空间上还都不到位 所以我们讲船舶预计还要往下掉 还要掉到至少要掉到这条60均线位置 所以如果说你想去关注船舶 至少要等它跌到60均线 我们才能够去考虑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这几个板块做了一些分析 当然分析这些板块的结论未必就对 未必市场就按照我的预期去走 但是我再给大家去讲一个分析的逻辑 分析的方法 我们当我们可以去主观性的去放弃市场里面 95%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只要求那非常苛刻的 非常谨慎的 非常低风险的那5%或者1%机会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变得非常轻松起来 因为你愿意放弃很多机会 你只聚焦于那么一小的机会 而那么一小的机会就完全足够你在股市里面活下来 能听懂我意思吗 各位能听懂的朋友 来肯定去打个5108 连接1000个提感粉丝 分享有较之观点 这是今天的说明视频 再见